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太极 根据《世说新语》记载 魏文帝曹丕 嫉妒其帝 曹子的文学才华 曾经要求他在七部之内做诗 要有兄弟之意 但不能有兄弟二字 否则促使 曹子就做了这一首 流传古今的七故事 当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 确实有一种非常伤感的感觉 毕竟是骨肉为何要相残呢 但是这种悲剧 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据报道 在2月13号 金正兰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 准备登机的时候 被两个与间谍杀害 当时金正兰正在等待登机 他准备到澳门 突然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女子 接近了他 一个用这种液体朝他脸部进行分射 另一个用沾满液体的布 捂住了他的嘴 然后这两个女子迅速的逃离 金正兰感到疼痛难了 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求救 在运送到医院的过程中 他独自身亡 金正兰现年46岁 他是北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 同胞异母的哥哥 也是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的长子 那么我们要谈一谈 金正兰 金正兰的母亲叫陈慧玲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演员 他的怜悯比金正日要大 并且他已经结婚有孩子 但他被金正日看中 最终昭如葬类 跟他的丈夫离婚 但是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不赞成 所以陈慧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在公众的事业中 他生下金正兰以后 就带着金正兰到了莫斯科 因为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最后他在莫斯科去世 金正兰一直生活在国外 在莫斯科同年 然后呢他就留学到瑞士 日本还要回到莫斯科 当他长大成能以后 他回到了北朝鲜 在之初他还是得到了 他父亲金正日的喜爱 但是呢他有些观点 政治观点跟他父亲又截然不同 他主张改革开放 他希望他的父亲学中国 所以他的一些观点 引起了金正日的不快 同时呢金正兰生活比较自由 喜欢泡酒吧 这一点也是金正日所不喜欢的 最终金正日认为金正兰 不可能担当国家的大人 就放弃了他 选择了他另一个妻子 叫高音基所生的儿子金正恩 金正恩执政以后 金正兰就离开了北朝鲜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大陆和澳门 当2013年有一件事情发生以后 他就离开了中国 2013年的时候 金正恩杀害了他的孤父张成哲 所以金正兰感到不安全 他就开始移居东南亚 但是偶尔他会回到澳门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从马来西亚回澳门 因为在澳门他有一个妻子 还有一个家 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要杀害金正兰 是谁杀了金正兰 我个人的观点 可能跟一本书有关系 就是今年的1月10号 有一个日本人叫五位杨智的出版的一本书 叫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兰独家告白 这本书据作者所说 它是基于跟金正兰有150封邮件 和长达七个小时的交流所写成的 这本书可能有些观点引起了金正恩的不难 第二个问题 就是金正兰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庇护 因为金正恩上台以后 就多次有暗杀的行为针对金正兰 中国政府是希望保留金正兰 为未来取代金正恩做一个备份 但是这一点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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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 就是不仅是金正恩还有一个方面的势力 杀了金正恩 他是谁呢 我们把他讲完 我们来揭开密地 金正恩上台以后 就开始清洗他的很多官员 大家如果记得金正日去世以后 金正日跟他留了七个元老扶祖金正恩 因为金正恩太年轻了 这叫他们扶灵 扶在那个金正日的灵袖上 是这七个元老 但是七个元老中 很多就已经失踪了 也有的就被杀害 还有的就被免职了 其中最惨的就是他的姑父张成哲 张成哲 据说金正恩认为他的姑父 跟中国政府有秘密的交往 希望取代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杀害了他的姑父 据说杀害的方式比较独特 叫犬决 什么叫犬决 就是用一群狗 把一个人活活的 这个吃掉 这是非常非常恐怖 但是还有恐怖 有一个将军叫 玄永哲 地位非常高 说他开会的时候 参喝水 于金正恩顶嘴 最后被用高射机枪 处决 并且有上百名官员 进行观摩 你说恐怖吧 说到这种骨肉相亲 我们就想到在中国 实际上这一种 在为了争夺权力 在皇子之间的 这种争斗 这种故事比比皆是 说最早的 秦始皇 秦始皇的儿子 秦二世 就杀了他的哥哥 扶苏 说唐朝 明君 李世民 也杀了他的哥哥 李建成 和他的弟弟 李元吉 但是这还不算什么 真正做的最绝的是 在五代十国的时候 南汉的君主刘胜 他在位十二年 把他爸爸所生的 十八个皇子 杀了十五个 如果我们看过 清朝的宫廷内斗剧 看过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 对他的哥哥 对他的弟弟 也是非常残暗 所以这种争斗 是非常 平凡的 我们就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 离不开血腥的权力斗争 和相互的残杀 权斗不仅在北韩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 中国的现代史上 也存在 比说林彪跟毛泽东 这是一对亲密的战友 毛泽东把林彪 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还写进了党章 但是背后他们是一对四不两立的仇敌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曾经准备刺杀毛泽东 毛泽东 也对林彪充满防范 暗藏杀机 我们再看 在中国的现在 这个近来 比如说习近平跟薄熙来之间的博弈 据说习近平也遭到了多次的暗杀 我们还有红色高棉 我们说柬埔寨 红色高棉 也是血腥 我看过一个照片 对我印象特别深 说他们布尔布特 他们想吃这个人脑 说吃人脑可以有利于身体 就把一个女知识分子 她怀中还抱着小孩 用那个战头 刺进她的大脑 这个照片我看过 当时毛无所难 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 也进行了官员的大清洗 有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 有十万多人被枪决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 如果大家记得 叫亚历山大索尔人离情 曾经写了一个著名的小说 叫古格拉群岛 就是描绘大清洗期间 这些流浪者 被关进集中营 和关进监狱的这么一段悲惨的历史 苏联的开国原心 尼古拉布哈林被枪毙 列夫陀罗斯基被流放到外国 在1940年的时候 被苏联的间谍在莫斯科杀害 再看看他一些对军队 对军人的清洗 更是非常的残酷 在红军中有五位元帅中有三位 15位将军中有13位 9位海军将军中有8位 57个军长中有50位 186个师长中有154个 全部的16个陆军政治委员 28个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 都被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所以这种洗心 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最起码有200万人非正常的死亡 死于政治迫害 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人 受到牵连 非常的信心 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 我谈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是极权主义制度 所造成 也就是马克思设想 社会主义 通过社会主义走向 人类的天堂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 是一种幻想 他的实践者列宁和斯大林 在1918取得了政权以后 但是他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 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 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 帝国主义这个阶段 而当时俄国正处于 隆禄制下资本主义的转化 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期 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创建了一种体制 叫极权主义体制 这种极权主义体制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左翼跟右翼 所谓左翼就是以列宁斯大林布尔斯维克为代表的 这么一种所谓追求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党国体制 另一个体制就是以希特勒德国为代表 它是以种族清洗为基础的 这么一种右翼极权主义体制 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 他们的身上实际上都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乌托邦 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人类通向天堂的这么一个道路 那就是通过毁灭资本主义 实现社会主义 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第二个呢 都有盲目的狂热的领袖崇拜 看看毛泽东时代 再看看斯大林和希特勒德国 都充满了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第三点呢 就是党国议题 意识形态控制一切 我们也可以说党领导一切 他党跟国家是不分的 党高于宪法 党高于一切 第四点呢 就是人民内心充满孤独和恐惧 我们看看北韩 很多人好像非常虔诚 当金正日死了以后 都是痛苦流涕 但是有多少人是源于内心的真诚 就好像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哭晕了 哭晕过去了 但是现在要他来回想 他为什么当时会哭晕过去 可能说法也不一 更多的源于恐惧 第五个特点 就是这种极权主义体制 他会不断的制造出敌人 他必须要保持一种所谓的战争状态 我们看看北朝鲜 他为什么不断的什么黑撕裂呢 不断的发射导弹呢 他必须让他的国家 有一个敌人 有一个假想敌在里面 他必须取战争状态 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运用他的权力 第六点也是最重要一点 极权主义制度 都是反文明 反制度 反人性 在极权主义制度下 人和这个社会 都有双重的人格 和双重的社会特征 充满了虚伪 充满了谎言 所以他不是一个真实的 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只要有极权主义制度的 存在 这一场屠杀是没有终极的 没有终点的 只是北韩呢 他比较特别一点 北韩似乎 他回到了皇权时代 因为他实行四旗制度 金日成传给金正日 金正日传给金正恩 在中国呢 仍然保留这些党权制度 党国体制 一个党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所谓的红二代 这个江山就被这些少数人的集团所控制 这个制度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看清楚或者看明白了 我看也不是 因为在1945年7月份的时候 黄延培是个民主人士 跟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有一个具著名的对话 黄延培就说呢 如何改变朝代 其心也薄 其王也乎的周期律 毛泽东呢 自信满满 毛泽东说 没问题啊 民主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能能负责 才不会能亡正希 应该说这个答案是对的 并且毛泽东呢 应该说 他很知道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当毛泽东得到权力了以后 1949年 中共来领导中国以后 他们也不能够做到 原因是权力就像春耀一样 他们也上了 如果我们比较美国的大选制度 我们就会看到 无论竞选人怎么争锋相对 相互攻击 但他们必须服从国家的制度 必须服从法律 必须保证正常的权力的交接 布什到奥巴马 奥巴马到川普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揭秘 我个人认为 杀害金正兰的 不仅是金正恩 还有一个 那就是极权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就像一部角落机一样 他会不断地去杀人 所以我们要想 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唯一的办法 就是彻底抛弃 极权主义制度 走向政治文明 实行权力的分离 实行权力的制约 让人民 让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走出这种 人吃人的制度 所以有人要说 下一个被杀的是谁 我希望下一个 不会出现 因为我也希望 我们的世界走向文明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